美国高层官员据报安排总统拜登 短期内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电话会谈 美国驻华大使白欣斯认为 美中关系目前处于50年来的低点 但说竞争不需要变成冲突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 或者有机会计三月的视像对话之后 短期之内再接触 彭博引述两个美方知情人士说 美国政府正着手安排两人举行电话会谈 时机会是夏天 但说未知两人可能讨论的议题 多个美方高层官员早前说 要为美中关系设立防护难 管控分歧 避免冲突 拜登在最新的美联社专访中说 比起其他领袖 他花更多时间和习近平相处 但他同时提到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会松懈 美国驻华大使白欣斯 以视像形式出席美国支付活动时 也都说 大陆对台言论升级 并且侵扰台湾周边陆空区域 美方对此深表关注 但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无变 希望两岸问题和平解决 白欣斯又否认美国压制中国崛起 说美中关系处于50年来的低谷 北京要负上责任 又表示不要对两国关系 可以在短期缓和有太高期望 但也都认为未必要走上对抗 中方就多次重申 美方执意打台湾牌 只会将中美关系搭入危险境地 强调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符合两国和全球的共同利益 对抗并没有好处 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 无线电视记者杨潔尔报导 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为福建艦 是中国第一艘以平直夹反电池弹射起飞的航母 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仪式 早上11点在江南造船厂举行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奇亮向接舰部队驻官授愿命名证书 军地领导共同为航母下水展彩并进行订樽礼 随后航母移出船奥 央视报导中央军委批准第三艘航母 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艦 延号为18 又说福建艦是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 是第一艘弹射型航空母舰 采用平直通常碑行甲板 配置电池弹射和阻栏装置 满载排水量百万多吨 福建艦下水之后 会按计划展开细帕试验和航行试验 中国之前两艘航母 辽宁舰和山东舰 都是采用斜角甲板以滑翼飞行 而最新的福建艦就采取平直甲板 电池弹射起飞 和美国福特级航母看齐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宏报导 受冰酸融化影响 尼博尔居据报考虑 将珠穆朗马峰基地营转移至 其他地方 位于昆布冰川的基地营 在春季登山季节 有多达一千五百人使用 英国广播公司报导 船购暖化和人类活动 加剧冰川融化 破坏冰川的稳定性 令到基地营周边冰川出现 越来越多的裂缝 对登山人士构成威胁 尼博尔居政府准备在进行资讯之后 搬遷基地营 现时基地营位于海拔五千三百四十六米 报导就说可能会在2024年转移至较低位置 或者比现时低二百至四百米 如果城市将会增加游基地营 攀登去到下一个营地的距离 澳洲外长黄英言到访所罗门群岛 是当地和中国签署安全合作协议后 首位到访澳洲的部长 而美军就在太平洋岛国柏路 成功测试导弹栏制系统 被视为是要抗衡中国影响力 美军一架无以敌方导弹的无人机 从帕鲁最大城市科罗尔附近的机场发射 大约十分钟后 外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相隔三秒 接连发射了两枚外国者演义导弹栏折 在帕鲁外海大约30公里处 正确命中无人机目标 演练在星期三进行 作为美军印太司令部两连一度 在关岛及帕鲁举行的联合演练的一部分 是美军首度在帕鲁试射外国者导弹 被视为是要加强和太平洋倒国的军事联系 抗衡中国在区内日益增加的影响力 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原坎贝尔 星期四在华盛顿一个致富会议上表示 美国计划下个星期发起一项倡议 透过和澳洲、英国、法国、日本 和新西兰在内的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 加强和太平洋倒国的关系 推动改一区保持开放和不受脅迫 同时强化美国在太平洋的存在 所罗门群岛早前和中国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引起美国、澳洲等国家的忧虑 澳洲外长黄英然星期五 转到所罗门群岛访问 和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雅雷会面 黄英然在会后表示索加雅雷向他保证 所方不会让中方在当地建立军事基地 或持续容许外国军事力量进驻 所方还保证澳洲仍然是他们首选的安全和发展伙伴 国务委员兼外长黄毅早前到访太平洋八国 包括所罗门群岛 他当时表示中方在发展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时候 将会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和开放包容 又强调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国家 不是哪个家的后院 无线电视记者冯庆辉报道 美国高层官员据报 安排总统拜登短期之内 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电话会谈 中方说没有消息可以提供 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认为 美中关系目前处于50年以来低点 但华竞争不需要变成冲突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或者有机会计三月的视像对话之后 短期之内再接触 彭博引述两个美方知情人士说 美国政府正着手安排两人举行电话会谈 时机会是夏天 但华未知两人可能讨论的议题 中方回应查询时这样说 多个美方高层官员早前说 要为美中关系设立防护难 管控分歧 避免冲突 拜登在最新的美联社专访中说 比起其他领袖 他花更多时间和习近平相处 但他同时提到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会松懈 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 以视像形式出席美国支付活动时 也说 大陆对台言论升级 并侵扰台湾周边陆空区域 美方对此深表关注 但重新美国对台政策无变 希望两岸问题和平解决 白恩斯又否认美国压制中国崛起 说美中关系处于50年来的低谷 北京要负上责任 又表示 不要对两国关系可以在短期缓和有太高期望 但也认为未必要走上对抗 中方就多次重新美方执意打台湾牌 只会将中美关系搭入危险境地 强调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符合两国和全球的共同利益 对抗并没有好处 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 无先电视记者杨洁尔报导 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是中国第一艘以平直甲板电池弹射起飞的航母 有内地学者认为福建舰是要对付美国 获尼米之级的航母战斗群 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仪式 在江南造船厂举行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奇亮 向接舰部队主观授予命名证书 军地领导共同为航母下水展彩 并进行钉遵礼 随后航母移出船奥 中央军委批准命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延号围18 又说福建舰是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 是第一艘弹射型航空母舰 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 配置电池弹射和阻栏装置 下水之后会按计划展开 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 中国之前两艘航母 辽宁舰和山东舰 都是采用斜角甲板 战机而滑越起飞 福建舰和美军航母一样 采取平直甲板 可以比较大的南载机升降 福建舰更加跳过 使用蒸汽弹射技术 直接采用新一代电池弹射系统 有报道说福建舰采用直流电 较美国福特级航母使用的 交流供电更加安全可靠 而三艘航母的排水量也不断提升 福建舰满载排水量达到百万多吨 但与美国福特级航母仍然有差距 外界一直关注第三艘航母 会不会由常规动力改为核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燦榮说 当局没有透露是哪种动力模式 但是估计常规动力的可能性比较大 对于有评论说 今次命名是针对福建对岸的台湾 金燦榮认为是台方自作多情 对付台湾不用航母 福建舰的对手是美军尼米兹级的航母战斗群 无线电视记者曹娇并报道